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5月13号星期三 皮尤又有最新的民调了 5月12号 他接发了 报告的这次民调 他认为是最新的 但是实际上 这次调查是2019年的10月16号 到11月30号 是去年搞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 才把他报告出来 好吧 那么他说这是皮尤研究中心 首次针对台湾的民意进行调查 在台湾68%的人对美国具有好感 只有35%的人对中国具有好感 而且在年轻人当中 对中国有好感就更低 但年轻人当中 对美国有好感到超过了80% 也就是说很多对中国有好感 都是年纪大的 这一波 那么等到这一波年轻的 就是80后90后 这一波起来之后 对中国的好感会变得更低 然后85%的台湾人的支持 是与美国发展经贸关系 79%的人认为 要与美国强化政治关系 那么在另外一项调查 就说你自己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还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还是认为自己两者皆是 就既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68%觉得自己是台湾人 我就是台湾人 跟中国人没关系 有28%的人认为 我既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只有4%的人认为 自己是中国人 你就想比例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我想基本上跟着 我想这4% 基本上很多 可能还都是 就是说当年跟着蒋介石 一块过去的那波 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但是这一波年纪也都差不多了 对吧 我想这4%应该很快 也就没有了 是吧 然后他皮柔就认为 就目前来讲 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 现在对于中国 就是说有厌恶 不喜欢中国 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 他发现韩国的受访者 对美国的好感度 达到87% 比台湾还要高 日本对中国的好感度 只有22% 比台湾还低 之前也说过 他们的调查 就是说 欧洲 美国的民调 都显示 对中国的好感度 都是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而厌恶程度 越来越高 几乎可以说 全世界的民主国家 现在都是如此 对吧 韩国 台湾 日本 美国 欧洲 是吧 现在对中国好感度高的 就只剩下北朝鲜了 对不对 北朝鲜为什么 对中国好感度高 因为对吧 他的媒体 从来都不说实话 对不对 只要是 你基本上 你发现只要有新闻自由的 媒体是可以随便说的 可以说大实话的 就没有对中国好感度高的 对中国好感度高的 一个就是北朝鲜 伊朗这些 对不对 就是胡搞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 也是媒体 也不能说大实话 都是忽然八道的 对吧 只有说假话 他能对中国好感度高 说真话的全完 所以皮尔就发现 现在几乎所有国家 对中国的负面观点都增加了 而且皮尔也说 说这项调查 还是去年10月16号到10月30号 还是在武汉 武汉疫情之前 调查的 说这一次在疫情之后的话 如果再调查 他们相信可能会更低 但可能相信 可能就更完蛋 你知道吗 我认为这种相信 是值得肯定的 没有问题 我觉得现在调查的话 对中国的好感度 会更糟糕 更糟糕 更糟糕的 好吧 当然了 所有的中国的五毛小狠逢 都认为 就是说台湾 日本 韩国 美国 这些帝国主义国家 亡我之心不死 是不是 他们都想害死中国人 他们都居心叵措 是吧 是 很好 好吧 反正 播报一下 大家知道一下 像亚洲 也是追上了欧美这边 前两天都是欧美这边的民调 现在发现亚洲 也都是差不多如此 而且据说 现在形成像什么叫奶茶联盟 说是台湾的什么珍珠奶茶 然后泰国的叫什么奶茶 反正还有一个日本的有什么奶茶 反正他们就 这几个奶茶联盟 反正都是反对中国的 就是上次 你妈死了 历死了 你妈死了 历死了 就把现在管中国五毛 叫你妈死了 历死 然后说 就是说他们 现在结成了一个同盟 在推特上 一起围剿中国的五毛小粉红 他们管自己叫奶茶联盟 好吧 很好 很好 形成了围殴之势 到底怎么形成的 有的人就认为 是因为海外媒体 这么栽赃陷害中国 海外的这些人 日本 韩国 美国 欧洲国家 就认为是因为 海外媒体 说了大实话 而中国媒体 说了瞎话 到底中国媒体 到底是中国的媒体 说的是实话 还是海外媒体 说的是实话 众说纷纭 这也是十大隔花断一话题 是不是 我就不说了 好吧 觉得如果是中国媒体 就是说谎话连篇 如果你觉得 什么人民日报 新华社 新闻联播 谎话连篇 那么你就觉得 人家厌恶中国 是应该的 如果你觉得 新闻联播 人民日报 新华社 这些都是说的 都是真实的 真实可信的 都是大实话的 那么海外这些 那就是帝国主义 亡我执行不死了 好吧 到底怎么去论断 这个事 每个人心里都一赶撑 好吧 这些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